谷歌抗争欧盟50亿美元反垄断罚单 网友用我们是因为体验最好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3日早间消息 据报道 之前欧盟委员会以安卓操作系统 存在垄断行为为由 对美国公司开出创纪录的50亿美元罚款单 谷歌不服裁决提出上诉 而在近日的法庭听证会上 谷歌律师表示 全世界几十亿的网友 使用谷歌的互联网服务 是因为服务体验最佳 而不是谷歌为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进行的一些合作交易 该机构指出 谷歌耐用安卓操作系统的竞争优势 打击对手 并且进一步巩固在通用网页搜索领域的领先地位 日前在欧洲普通法院 谷歌律师梅利德斯皮克福德对法官表示 每天 全世界几十亿互联网用户 使用谷歌作为他们的主要搜索工具 这并不是谷歌耐用了主导地位 而是因为谷歌搜索是行业内最好的